這一棒帶著下面在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被專手給接殺三連窗的跑者石像宇 決定要來啟動 供本蕾回傳球 Sorry you are out 因為換頭了然後 前面也有過來中外野跟我講 說等一下可能你就直接殺本蕾 因為如果得分的話 天性在二壘的話 如果在這樣打也是很容易就跑回來 就直接往本內丟 之前沒有那麼多這種play 在我身上 然後就是蠻能得 剛好丟得蠻準的 躍正也把這個很關鍵的play 把對方的跑者光沙太短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球馬上走 船過去 抓到哪裡跑 其實05這兩次主殺 跟後面躍正這個主殺 其實對球隊的士氣是有幫助的 那特別是05在 其實他第一次 他雖然非常接近 所以對方也嘗試了第二次 然後他也扛住這個壓力 把他主殺起來 接球出手 打穿了游擊防線行程安打 現在跑壘圓 繞過了三壘 要來搶攻本壘 回傳球插動 沒有確實 要繼續再往前推進 追平分回來 當下就是想說 碰到球 打打臉 因為最近打擊的台名鼓不好 所以當下的打擊是 碰到 打到球 然後打打打臉這樣 之前就打破了 所以有印象 他不知道他會丟什麼球 還好 回壘的時候比較對 陳子豪是一個非常有經驗 而且非常有能力的搭者 他能夠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我想這次已經 對他最近的第一潮期來看的話 已經算是蠻大的鼓勵 那也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那當然是有鼓勵到自己 然後就是 有給球隊一些幫助 不會一直都 都沒有成績這樣 會不會再拒絕 放在後面 一步 如果 會不會再拒絕 大家 請進行 變成了